在新竹有成泰工作室 常年举行了寒暑假的儿童一对 结果去年是爆发了负责人性侵儿哨事件 法院审理之后一审是被判三年八个月 不过这一名负责人近期又被家长发现 是另起炉灶再度开课招生了 新竹市议员和社福团体就点出了 会接触到儿童的工作有非常多种类 却只有少数在把关 台湾应该是要访色澳洲正立儿童工作证制度 主打Steen课程招收小四到小六学生 上课地点在新竹聚城旁 看似一般的文宣 却让新竹的家长很恐慌 因为开班授课的老师 去年在夏令营疑似性侵儿哨 经法院审理一审遭判三年八个月 三人开班五人满班 怎么五人就满班了 再来就是活动地点可以依你的需求 新竹市议员蔡慧婷说 事情揭露后市府去稽查 没有小孩上课 也没有商业登记 目前还没开课 脸书上已找不到相关资讯 实力党主席王婉玉指出 教育越来越多样化 不只营队 包括道馆 画室等等 都有可能成为儿童安全网的漏洞 由于目前优照法规定禁用教职员 必须减负良民证 但仅适用教保机构 加上部分儿童相关工作业者为自主要求 人本表示因仿照澳洲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 人本强调 所有儿童相关工作者都要申请儿童工作证 进行最基础筛选 建议可在儿少法建立 呼吁教育部紧速召开公厅会 让他入法 记者林晓慧省知名台北报道